1月9日日媒报道了一个让歌迷心痛的消息 那就是日本歌坛天后级别的实力唱将八代亚绩去世 享年73岁 根据经纪公司透露 在生病休养期间 八代亚绩的表现非常顽强 积极做各种康复训练 甚至还想着在身体康复后 付出歌坛再次给歌迷献唱 只可惜天宫不作美 最终还是败给了病魔 于是长辞 八代亚绩的葬礼在1月8日结束 很多年轻观众对这位日本歌手不了解 其实他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艺人 除了歌手这个职业外 他还是一名优秀的演员及画家 可以说是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 小时候的八代亚绩非常的叛逆 自己从小就展现出极强的歌唱天赋 但是父亲一直不支持他的歌手梦想 在15岁的时候 八代亚绩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那就是远离家乡 独自去东京寻求自己的音乐梦想 很快天赋极强的他获得了在银座的俱乐部里 担任著唱歌手的机会 1971年以单区 死了都要爱 正式出道 很快又参加了日本NTV电视台节目 全日本歌谣大赛中连续十周获胜进而夺的总冠军 在出道的第三年 八行的作品《泪眼》就创下了百万单区的记录 除了《死了都要爱》《泪眼》 八代亚绩还现唱过很多家喻户晓的歌曲 比如《雨的木晴》 《爱的中战》等 他的很多歌曲在中国歌迷心目中也流传甚广 八九十年代的中国歌坛群星璀璨 出了很多的歌王天后甚至《歌神》 如今翻看他们的作品 很多歌曲都是翻唱日语的歌曲 作为日本歌坛瑰宝级别的歌手 八代亚绩的作品也是被翻唱的热门 比如华语歌手黄义玲翻唱他的作品 并改编成台语歌曲 《小语小语》 邓丽君的两首经典的歌曲 《甜蜜的小语》 《语中的点点滴滴》 也是翻唱八代亚绩的成名歌曲 正因为邓丽君曾经翻唱过八代亚绩的歌曲 两位来自不同国家的歌手 成为了很好的朋友 因为八代亚绩年龄略大一些 他一直把邓丽君当成妹妹看待 只可惜邓丽君一年早逝 对于好友的离世 八代亚绩一直很伤心 觉得少了一位可以进行深层次交流的挚友 在2014年 八代亚绩在日本的节目上 现唱了邓丽君的成名曲 《我只在乎你》的日语版 当时引发了轰动 在2015年 八代亚绩在台北举行了演唱会 在演唱会上他特意流出致敬缅怀好友邓丽君的环节 同时还以中日两种语言 分别献唱了 空港 在八代亚绩的丰富一生中 他不仅在法律事业上展露头角 更展现了多才多艺的一面 2017年 他参与了一档节目 与已故的邓丽君进行了一场令人难忘的隔空对唱 共同演绎了 与木琴 等经典歌曲 这次特别的英勒对唱成为了一段令人难以忘怀的回忆 也凸显了八代亚绩与邓丽君之间深厚的友谊 虽然邓丽君早已离世 但八代亚绩始终以各种方式纪念和缅怀他们之间的友情 这跨越国界的深厚友谊令人感慨 如今 两位好友或许在天堂中共同唱响动人的旋律 八代亚绩 一路走好 在他70岁的时候 八代亚绩宣布与丈夫离婚的消息让社会未知震惊 他的丈夫曾是一位歌手 后来成为了八代亚绩的经纪人 两人相识近50年 于1994年宣布结位夫妇 这段婚姻的结束让人们感叹生活的变幻无常 同时也为他们之间的情感历程留下了深深的印记 八代亚绩的一生如同一部精彩的小说 他在失业 友情和婚姻中都经历了许多波折 但他始终坚持追求自己的信念 他的离世成为了一个时代的遗憾 但他在各个领域的贡献和不懈追求将永远激励着人们 为他在各方面的表现质疑深深的敬意 八代亚绩 愿您在天堂继续作响您美妙的旋律 除了歌手的身份外 八代亚绩还是一位画家和演员 他的画作曾连续五年在巴黎沙龙会展上展出 还是国外艺员中首位成为该展的永久会员 此外 他还客串出演过大和剧 秀吉 等数部荧幕作品 据悉 去年9月 八代亚绩向事物所报告了自己身体的不适 多次求医后最终确诊为胶原病 胶原病是一种与胶原及其基因变异相关的疾病 可能引发患者不明原因的发热 皮疹 关节疼痛肿胀 肌肉疼痛等不适症状 从确诊胶原病到离世仅4个月的时间 这一突如其来的离世消息令许多歌迷扼腕叹息 在这段艰难的时光里 73岁的旅日巨星温茜玉却展现出了令人敬佩的坚强 近来 他与建筑师哥哥温祖摩首度举办了一场跨界艺术连展 在15日的记者会上 温茜玉表达了自己的感受 希望通过这个展览能让更多人了解我有一位伟大的哥哥 有机会介绍哥哥的作品 这对我来说是一种光荣 他还透露 高龄97岁的母亲前天已亲自来看过展览 并当场称赞得很漂亮 这一展览不仅是对温祖摩作品的介绍 更是温茜玉为了纪念亲人而展现的一种坚韧和感激的方式 在兄妹的共同努力下 他们用艺术跨越时空 展现了家族之间深厚的情感纽带 在《八代亚记》的《离世之际》 这个展览也成为了一个感人的时刻 彰显了生命在艺术中的延续和传承 温茜玉多年来投入版画创作 一度因右手大拇指用力过度而开刀 索性经过治疗目前已康复 日前日本石川地震 长齐定居日本的温茜玉表示 东京虽未受影响 但人就关心灾情 能做的事情就尽量做 有需要会伸援手 另外 谈到演歌天后《八代亚记》 焦原病病逝 温茜玉透露 去年有个演唱会她无法演出 我临时代替她上台 当时我就了解她的身体真的不能唱 因为她真的很喜欢唱歌 我一直希望她能好起来 而《八代亚记》也会画画 两人经常彼此加油鼓励 如今歌后离世 也让温茜玉直言 非常遗憾 《八代亚记》 作为一位杰出的艺术家 以其卓越的音乐才华 和深厚的艺术造诣 在音乐界展露头角 这位日本歌手 创作人和演员 不仅以其独特的音乐风格 征服了魔术乐迷的心 而且在演艺事业中 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让我们深入了解 《八代亚记》的音乐世界 感受她那令人陶醉的音乐之旅 《八代亚记》生于日本 她的音乐才华 早在年轻时就得到了发觉 在她的职业生涯初期 她以清澈悠扬的嗓音 和深情的演艺 赢得了观众的喜爱 《八代亚记》的音乐作品 涵盖了多种风格 从抒情到摇滚 从流行到电子 她总是能够巧妙地 融合各种元素 创造出引人入胜的音乐作品 在她的专辑中 我们可以听到她对音乐的深刻理解 和对创作的独到见解 《八代亚记》的歌曲 不仅仅是简单的旋律和歌词 和评论家的高度赞誉 成为业内独居一格的多期艺术家 2000年代初 《八代亚记》的音乐事业 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高峰期 在这个时期 她的专辑《风靡》一时 多首单曲成为了 当时音乐界的流行佳作 动感的舞曲和抒情的 慢歌交替呈现 《八代亚记》展现了 她多样化的音乐天赋 她的音乐作品不仅在 年轻人中广受欢迎 也深受成年人的喜爱 成为当时音乐界 不可忽视的存在 《八代亚记》的音乐才华 不仅仅体现在旋律上 更表现在歌词的深度 和诗意之中 她已对文字的精湛驾驭能力 使每一首歌 都成为了一个独特的故事 让人在欣赏音乐的痛时 沉浸于文字的魅力 她的歌词 不仅是音符的组合 更是对生活 爱情和人性的深刻思考 令人回味无穷 在音乐创作之外 《八代亚记》也展现了 她的社会责任感 她积极参与慈善事业 多次表达对社会问题的关切 她的公益行动 为社会贡献了正能量 树立了一个积极向上的榜样 不仅是音乐的创作者 她也是社会的参与者 用自己的影响力 为社会进步尽心尽力 凭借卓越的音乐才华 深情的演绎和多才多艺的表现 《八代亚记》成为了日本乐坛的耀眼之星 她的音乐作品不仅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也深刻地影响着魔术人的心灵 《八代亚记》是音乐之光 照亮着人们前行的道路 她的音乐将永远是一片璀璨的星空 指引着人们寻找美好与希望的方向 《八代亚记》是一片派的总理 阻挡传人们现在的不论